我們醫院正是用了一國兩制之下 深港合作的優勢 我們醫院有香港的同事 有內地的同事 我們將香港和內地的 無論在制度方面 或技術方面融合 然後發展出來一套新的制度 我可以說我們醫院的 由管理好 甚至整個營運好 不是內地的制度 亦都不是港式 有些人說我們是港式的 其實不是 我們有港式的一些因素 但我們真正正正是一個 深港合作 深港融合的一間醫院 在生酬制度方面 我們不是用香港公立醫院的生酬制度 是所有醫生 用了一個很標準的生酬架構 所有的收入都是固定的 是完全沒有所謂的職效獎金 但內地的制度 以往是很著重獎金 可能職效獎金佔了八成九成 現在我們在做的就是 七成是固定收入 三成是一個職效 既要在七成固定收入 去給員工一個穩定的 反映他們專業價值的收入 但同時我們有三成的 作為一種鼓勵作用 推動員工積極性 提升醫院效率 其實這個也是 在我2016年上任院長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大的改革 就是拿到這個平衡點 就創出一套既不是香港 又不是內地的薪酬架構制度 也正正是這個制度 這個七三比這個 其實現在國家在公立醫院 高質量發展試點項目裡面 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我們的醫護人員的 固定收入的比率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去到反映到 我們通過兩地的合作 通過一個創新的思維 去發展一種新的管理制度 無論管理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其實是可以達至更好的效果 其實大灣區是很需要醫療融合的 因為一小時生活圈 不只是教交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正正是需要整個區裡面 醫療的質量 都能夠希望達到同質化 無論你去到哪裡 你都可以享受到 同樣的優質的醫療服務 就不用擔心 一有什麼病痛 你就要坐長途拔市 跨境 這樣回去治療 我是創新領軍人物 盧草茂 在這裡 我會做好 我會做好 你不能做好 你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